大家好,我是资深营销经理张艺金,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因为这样的直播还是不是很熟悉,所以比较紧张啊,生怕怯场呢。 那我是七年前就已经接触到爱多美,那我19岁的时候呢,独自一个人大胆的去了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顺利的就职于日企,直到2017年的11月。 那爱多美的产品呢,是从13年就开始已经使用了,不过我对这些爱多美的产品都是有一点点偏见的,所以尽管是妈妈和姐姐介绍的,我也只是用产品,但并没有想过要去做事业。 但是同样的四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月薪呢,并没有高出很多,可是姐姐的收入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当初呢,不及她的收入,不及一年的收入啊,不及我一个月的收入。 那这个时候呢,我肯定是看不到前景,但是后来呢,月薪达到了我的月薪的舞会之后呢,我就觉得做不做不重要,但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于是我通过参加了爱多美的成功系统,才知道爱多美到底是怎样的。 有人给我画黑板了,谢谢。 恍然大悟啊。 那原来这么渴望的成功并不是我们盲目的劳动所换来的,是需要遇到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工具,我们才可以成功。 那我就是在2017年的12月份开始呢,辞掉了日起的工作。 那12月1号开始,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爱多美的事业当中。 那今天我讲的是关于杰出经销商。 那用很直白的一句话呢,爱多美直集当中有一个。 谢谢,我会加油,谢谢。 第一个级别呢,就是我们的营销经理。 那这个营销经理,自动的营销经理呢,就叫杰出经销商。 其实我今天准备了PPT资料,但是现在,怎么没有办法和大家。 那我们首先,营销经理是什么? 开始,我们讲一下。 那首先,营销经理,大家都知道爱多美有几个级别吗? 如果营销经理是一年级的话,对。 好,第二章。 那我们这个营销经理,怎样可以成为杰出经销商? 哦,已经有人打7了,对。 7年级,7年级,对。 那我们的营销经理呢,是一年级。 那一年级的课程呢,一年一共有24次。 那这个24次当中,12次,如果通过考核的话, 我们公司呢,就认定为您是杰出经销商。 那爱多美的职级呢? 哦,好的,谢谢。 爱多美的职级呢,第一个就是营销经理, 第二个是高级营销经理, 然后就是资深,营销总监,高级营销总监,资深营销总监。 最后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期待的, 期待坐上这个宝座的怀孕CEO啊。 那杰出经销商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 爱多美事业成功的标志, 也是成功的起点。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是成功的起点呢? 成功本来就是感觉是一个终点的意思, 但是我们杰出经销商是我们马上即将就要成为成功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起点。 那在这幅图里面, 这个起点就当是我们事业的起点。 那最后呢就是终点, 我们真正达到了这个怀孕CEO, 得到尊敬这样的一个人生, 就是算是一个终点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杰出经销商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在整个这个一个历程当中, 杰出经销商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红色的线是不是在中间的位置呢?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杰出经销商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我已经成功了一半。 那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是已经开始成功了, 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是营销经理, 大家清楚吗? 那在爱多美里面, 有两种身份, 就是消费者和经销商。 那我们每一个经销商呢, 都是从消费者开始的。 那首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消费者, 话很简单, 就是我有什么需要的, 就购买。 那这样呢, 是消费者。 那经销商是什么? 首先我是消费者。 我先去购买了产品之后, 我试用了。 试用之后, 我感觉非常好的, 我非常满意的, 非常满足的。 那这样的产品呢, 我分享给我的周边。 那, 进行这个分享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事业。 是不是爱多美事业, 开始就是一个很简单呢? 那好, 那这样我们的事业呢, 这样拓展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 哪一天, 有了自己的消费群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机会挑战营销经理。 那这个营销经理, 那到底是怎样挑战的呢? 好, 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是经销商才可以。 那经销商我们怎么申请? 和您的指导老师可以再询问一下具体的申请方法。 那当我成了经销商之后呢, 我也就是意味着, 我分享是有有偿的分享了。 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第一呢, 就是广泛的认真的使用产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之前的消费者一样使用产品的话, 可能我找不到那种感动。 那我认真的去使用产品的话, 我就会找到我最喜爱的这个产品。 那我就把这个喜爱的这个产品, 得到满足的这个产品呢, 分享给我的周边, 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那这样传达的是什么? 传达的不仅仅是产品, 传达感动, 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也要传达正确的信息, 不可以添油加醋, 大家明白吗? 那我们经常和周边的人分享健康保健品的时候呢, 可能会夸大宣传。 那这个夸大宣传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触犯它。 那这样一来呢, 我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呢, 用的人越来越多, 那通过我们的亲朋好友, 他们也会传达给自己周边的人。 那这样一来, 我的消费者群体呢, 就慢慢慢慢的扩大起来。 那通过我们公司的营销经理的这样一个考核标准呢, 大家就可以成为营销经理了。 那怎么样可以成为营销经理? 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之前的这个课程里呢, 我们分了这个三个课程来讲这个成功八步。 那我们成功八步, 按照顺序, 全都做下来, 我们就可以成功。 那这个话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做起来呢, 到底应该怎么做? 可能还是这个摸不着头脑的人比较多。 那我们就单纯的想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第一就是爱用产品, 第二, 参加系统。 这样的话是不是变得非常简单了呢? 那我们爱用产品之后, 我们发展给我们, 传达给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呢, 这个就叫扩大消费者群体了。 那怎样去扩大消费者群体呢? 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有一个真诚。 那真诚, 我不能去夸大我的这个感受, 那也许我感觉非常的好, 但是对方也有可能是, 用了之后可能感觉不太好, 那也有这样的人, 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传达的时候, 传达70%的感受就可以了。 留下30%让他自己慢慢去体会, 那这样一来, 也许感动就会更多。 如果你传达的是120%的这个信息, 或者是这感动的话, 那对方呢, 他感觉到的可能只有100%, 那这样呢, 也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和你说的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样一来, 会怎么样, 会这个信赖关系呢, 会受到影响。 就感觉你是, 对对对对, 留下这个余味, 对。 哇哦, 这句话太棒了, 留下这个余味。 那我们和周边的人讲的时候, 大家觉得他们是, 我输一次之后, 他们就马上就接受了, 就说, 好啊, 艾什洛特这么好的产品, 你也用一下。 他们说, 好, 那你给我来一套吧。 这样的消费者多吗? 可能您的周边非常的多, 但我的周边呢, 并不是很多。 嗯, 下一张图。 所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反复, 一定要反复。 因为我们输一次, 他们可能因为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 嗯, 那我们输了十次, 就等于跟他们说了一次, 那大家觉得, 和他们说十次, 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嗯, 那有必要的话, 我们就应该持续的和他们说。 他们真的是, 可能是不知道, 或者是真的是没有适应过, 而且没有产生共鸣, 但是如果他每一天知道了, 他一定会非常的感谢你。 那我周边的这个朋友呢, 我说的他们听不进去, 但是他们呢, 听进去, 嗯, 我以外的人, 他们在外面, 和其他的人聊天的时候, 得知这个爱多美的产品的信息, 事业的信息, 然后他们呢, 就会找到我, 会问我, 你还在做爱多美吗? 当然, 啊, 那如果说, 我没有去, 啊, 告诉我周边的人, 啊, 我在做爱多美的话,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 不知道你在做爱多美,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找到你, 嗯, 然后就是建立信赖关系, 嗯, 那我们建立信赖关系, 啊, 我觉得在爱多美事业当中, 是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爱多美事业, 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那建立信赖关系, 如果没有信赖关系的人, 该怎么办? 建立就好, 大家觉得, 啊, 建立信赖关系简单吗? 有没有觉得非常简单的? 不简单, 嗯, 那好,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说不简单, 那我就告诉大家, 怎样去建立这个信赖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的秘籍啊, 要不要告诉大家呢? 如果想知道的话, 就打一, 好, 好, 这么多的一, 那我不讲不行了, 好, 那怎样建立这个信赖关系? 首先, 首先, 我们和这个不认识的这些人, 陌生人, 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首先我的外表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外表决定了很大的一部分, 他对你的信赖, 那我们这个也就是说第一印象, 第一印, 哇, 李宾安老师, 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那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打扮的天花乱坠, 并不是这样, 给人一种信赖的感觉, 那首先呢, 我们去见客户的时候, 一定要着装呢, 就是让对方比较能舒服一点的, 这样的服装其实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 我们周边有很多做保险的人, 对吧, 那和他们的这个服装差不多就可以, 好, 整洁, 大方, 对, 那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呢, 就是会给大家, 给这个对方的一个信赖的感觉,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 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那大家想一下,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他去找到你, 和你讲很多自己的事情, 而且是不认识的人, 您愿意听吗? 您愿意听他讲30分钟一个小时, 愿意听人家讲吗? 肯定不愿意听, 对, 那我们怎么做? 我们主要是听他们讲, 那其实我们在和对方沟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信息呢, 就会进到我们的脑子里, 那这个时候, 那个信息就成为切入点, 也许和他这个聊的过程当中, 您得到了很细微的这样的一个找痛点, 那找痛点, 那我就说的比较温和一点呢, 就是产生共鸣的, 也没有共同点, 如果说我们都是发现他也是孩子的妈妈, 我也是孩子的妈妈, 那这样的话, 对这些一产生共鸣的话, 即使是不认识的人, 也会拉近距离, 这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说我们是不认识的, 但是我们是一个故乡的人, 通过聊天发现我们是一个故乡的人, 是不是又感觉老乡又拉近距离了呢? 那这些共同的点呢, 产生共鸣的这一点, 也会让我们建立这个信赖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什么, 考虑什么, 那如果说对方现在他的苦恼是什么, 如果您找到这个他的苦恼是什么, 如果您能为他解决这个苦恼, 或者是对他解决这个苦恼, 您能帮助, 有一些帮助, 那这样呢, 也会建立信赖关系, 如果说, 对方他现在, 他的苦恼是因为他的身体不适, 但是您一直和他讲爱多美的爱事路特, 多好多好多好, 这个简直就是什么, 四个字的成语, 大家想一下, 有没有四个字成语呢? 出来的, 适得其反, 嗯, 对, 这个会让人有反感,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对流弹琴, 等于是, 对吧, 肯定是对方是听不进去的, 嗯, 所以说他的苦恼是什么, 然后去帮助他, 解决问题, 那这样呢, 信赖关系也可以建立起来, 那其实建立, 信赖关系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 我们去找这个客户跟进的时候, 跟进的时候呢, 如果你每次去都和他一见面就开始, 一见面就开始和他讲, 哗哗其谈, 就说爱多美怎么怎么样, 爱多美怎么怎么样, 句句都是爱多美的话, 对方会有什么感觉, 反感, 嗯, 肯定, 那如果说您去找这个对方进行跟进的时候, 跟进是一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跟进的这个方法是怎样的呢, 如果您去找他五次, 那爱多美呢, 您就说两到三次就可以, 因为他已经知道您是在做爱多美的, 那这样的话, 他如果有什么需要, 他一定会主动联系你, 这个主动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每次去, 去完之后呢, 我没说爱多美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转身要出去的时候, 他就会说, 哎, 爱多美的那个一生菌, 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拿来一盒吧,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有没有体会过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我没说爱多美, 但是呢, 对方主动就和我谈起这个爱多美, 那这样的时候, 就等于他的心理的这个大门呢, 是已经向我敞开了, 那下一个, 设定目标, 那设定目标, 目标太重要了, 如果, 嗯, 在爱多美里面没有目标的话, 也许十年, 也达不到, 欢迎CEO, 那我们说目标的话, 有两种, 一个是短期目标, 一个就是长期目标, 那我们短期目标, 呃, 我今天讲的就是短期目标啊, 我在旁边写的是133法则, 有谁知道133指的是什么, 一指的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哦, 一天, 哦, 哇, 好多人都知道, 那中间的这个三指的是什么, 嗯, 哦, 三个人, 三个月, 啊, 三次, 嗯, 见三个人, 嗯, 好, 看来大家对这个133呢, 也是, 啊, 非常的了解,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呢, 啊, 见, 我们一定要见三个人, 或者是, 现在是因为疫情, 啊, 可能, 呃, 去单独的去见谁, 可能会有一点点, 呃, 这个不方便, 但是呢, 我们至少要定下来, 我一天要见多少个人, 那像我的这个伙伴里呢, 也有, 不是133法则, 153法则的人也有, 嗯, 至少见三个人, 然后呢, 两个人呢, 至少要去打电话, 和他们讲, 嗯, 那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呢, 就是, 见到谁就会, 啊, 提到这样的一个爱多美, 那这样, 这样的人和, 啊, 没有什么目标, 反正我今天见到人了, 我就讲, 没见到人, 我就不讲, 那大家觉得谁会成功的更快呢, 嗯, 一定是坚持去讲的人, 他们肯定是更快的, 那也就是见证了我们, 李生云博士的一万小时定律, 对吗, 一万小时定律, 啊, 这篇视频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嗯, 大家都看过吧, 这个视频, 如果还有没看过的同学, 一定要进去看一下, 一定一定一定, 嗯, 那这个短期目标呢, 啊, 一定要设置, 那我们在短期目标设置的时候, 有没有人是在脑子里想这个133的, 脑子里想133的人呢, 很难实现, 嗯, 我们这个用韩语有一句话, 叫特杰千尊, 大家都知道吗, 一定要记, 一定要记, 那首先呢, 要想做到这个133法则的话, 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单, 这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成功八部了, 那一定要有名单, 那有名单了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去设定, 今天我要去见谁, 嗯, 那今天如果说我没有名单的话, 这个133呢, 很难去实现的, 那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周期去见客户比较好, 有没有一周的, 有没有人说一个月的, 一周呢有点短, 一个月呢有点长, 那我建议大家10天, 10天周期去反复的去见一个人, 一周, 10天的话, 他正好就是快要忘记你了, 你又来了, 这种感觉, 那如果说三天一次, 一个一周一次这样的话, 他会觉得太频繁了, 嗯, 其实这个人的心理啊, 我就觉得非常的微妙, 就是那么差那么一点点的, 嗯,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距, 但是呢, 给人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自己去见他的话, 效果怎么样,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那这个爱多美事业就是这样一个孤单的事业吗, 如果我做的话, 我也要这样一个人去见这么多人吗, 对方会有这种想法, 嗯,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ABC法则,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指导老师, 有没有人说, 我非常喜欢我的指导老师, 有吗? 我非常喜欢指导老师这样的人, 请打一, 哇, 现在只有一位说没有啊,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自己的指导老师, 嗯, 好, 那喜欢呢, 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指导老师, 我想告诉大家非常的遗憾, 你很难成功, 大家可能觉得, 啊, 为什么我非要喜欢我的指导老师呢? 那我比喻一下啊, 举一个例子, 你喜欢你的父母吗? 喜欢, 嗯, 那我的指导老师呢, 就跟我的父母一样, 那我的伙伴呢, 哦, 这种比喻我还是不做的比较好, 我的伙伴是什么?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做事业, 一定是和我的指导老师去做事业, 嗯, 那有很多的人犯错, 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哦, 我不喜欢我的指导老师, 所以, 啊, 这个我们成功发布里面, 还有这个商谈嘛, 那这个沟通, 我不愿意和我的指导老师去沟通, 我一直和我的伙伴去沟通, 然后我就是把这一个伞撑起来了之后, 哎, 你们也不要和这个指导老师沟通, 有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每个团队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人, 打伞的人, 那这样的话呢, 首先, 他自己本人很难成功, 然后就是他的伙伴们也是非常难成功的, 嗯, 所以呢, 一定要把伞收起来, 如果, 啊, 我真的不喜欢我的指导老师, 你也慢慢去, 啊, 找一下我的指导老师有什么样的优点, 一定要喜欢自己的指导老师, 这样的话, 对你才有利啊, 那无论我的指导老师, 可能你的指导老师能力不如你, 嗯, 但是呢, 在这个ABC法则里面, 如果你可以灵活的去运用我的这个资源, 那我们事半功倍, 那为什么他的能力没有我好, 但是呢, 他会有非常这样大的帮助呢, 是因为, 首先, 我的朋友和我是已经就是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对你的过去呢, 也是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这样的人呢, 如果我说话的话, 他们能听进去多少大家想过吗, 有没有说, 哎, 我的亲戚朋友, 我说话特别好使这样的人, 我一说也都没, 他马上就跟我过来做事业了, 也没有这样的人, 要有的话, 你们打一一看看, 我看有多少人, 我的亲朋好友啊, 我一说, 他马上就过来和我一起做事业了, 哦, 也有有的人, 那可能是, 您的这个人生活的非常的成功啊, 嗯, 大部分, 大部分, 对, 大部分都没有, 包括我, 也没有, 我现在, 呃, 是资深营销经理, 但是呢, 我的这个伙伴里面, 没有我的朋友, 感觉很悲惨, 嗯, 我可以说服很多人, 但是我说服不了我的朋友,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做ABC法则, 那这个ABC法则里面的这个学问呢, 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呃, 呃, 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我们, 我们做ABC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这样杠杆的作用, 首先, 我带我的指导老师去邀约, 见客户的时候, 在见客户之前,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铺垫的工作, 铺垫的工作指的是什么, 你不能让一个连产品都没用过, 事业也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的人, 您把它带到这个, 呃, 这个您的指导老师前面, 您让指导老师去给他讲, 大家觉得这样有效率吗, 嗯, 对方也不知道资深营销经理是什么呀, 营销总监, 营销总监怎么了, 他是什么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但是呢, 如果我先让他去使用了产品, 嗯, 然后他对这个产品呢, 也是非常的满足, 也是非常的爱用, 然后呢, 我再去和他反复的去邀约, 让他进入我们的系统, 那邀约的时候呢, 就是, 大家觉得邀约简单吗, 我一说他就过来听成功学院了, 我一说他就过来听我们的一日研讨会了, 有这样的人吗, 嗯, 不简单,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谁的帮助, 需要指导老师的帮助, 嗯, 那我们和这个指导老师一起去邀约, 嗯, 那我们去邀约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要做什么, 我们要在中间做什么, 首先, 在邀约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这个客户, 充分的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指导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且是怎样成功的这样一个人, 一定要是积极的话, 那大家反过来想一想, 哎, 那个要邀约的那个客户啊, 我跟他说, 哎, 我的指导老师, 哎呦, 他长得又难看, 话也说得不好, 然后他工作的也是, 这个艾德美事业做的一塌糊涂, 哎, 特别抠, 然后又怎么地, 哎, 您跟他说了一大堆这样的话, 然后你邀约把它, 把他带过来之后, 让指导老师见, 那您觉得, 您的客户, 他会听你指导老师的话吗? 肯定是不会的, 嗯, 那这样他如果说不听我的指导老师的话的话, 那您想去让他和您一起做事业, 那这个可能性都哪里去了, 让我的嘴都已经磨灭掉了, 所以呢, 一定不要砸自己的脚, 然后, 在, 已经邀约了, 然后让这个我们指导老师已经见到他了, 见到他了之后, 啊, 我已经把指导老师放在他面前了, 哎, 老师你给他讲吧, 然后自己又打电话又干嘛的, 然后又去, 呃, 又在那旁边, 呃, 订产品, 然后又, 又干什么的, 做这些小动作, 那我邀约过来的这个客户呢, 他是通过您来, 嗯, 参加的, 呃, 来一起和您的指导老师见面, 但是您在旁边, 走来走去的, 一会儿出去接电话, 一会儿又干什么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集中,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的信赖关系在这里, 慢慢慢慢的就破灭了, 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 一起听, 对, 一起听的姿势, 也许直达老师说的这些, 我已经听过N多遍了, 但是呢, 那哪一天我也会变成指导老师的, 大家这样换一个立场去想一下, 这个不难理解了, 嗯, 那这个我们每一个ABC啊, 都有自己的立场, 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呢, 一定要遵守, 那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事业呢, 是非常的有帮助, 那我们在爱多美事业当中啊, 其实有很多也是不该做的, 不该做的是什么, 嗯, 绝对不能做的, 首先就是, 损人利己, 这个是不能做的, 如果, 我外面, 我自己感觉啊, 我自己感觉, 啊, 我这样做的话, 他可能不会这样想, 但是人都有流感, 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机, 或者是我心里的这样的一点的这些变化呢, 对方呢, 马上就可以感觉到, 嗯, 那有的人, 聪明的人呢, 装傻, 大家有同感吗, 聪明的人是装傻的, 嗯, 那, 呃, 然后还有, 我们不能做的是什么, 消极的话, 一定不能说, 因为, 如果说, 啊, 我, 我好累啊, 哎, 这个事业怎么这么难呢, 或者是这样的话, 那首先说, 累, 这个字的时候, 首先是自己听到, 自己听到这个消极的话了, 那这样的话, 会打消自己的接近性, 那这样的话, 吃亏的人只有我, 那我说的这个话, 如果说让我的伙伴听到了, 那我的伙伴他气泪了, 哎呦, 我们的指导老师都说累, 完了完了, 那我比他更累, 那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也是打自己的脚了呢, 所以这样消极的话呢, 呃, 一定不要说, 因为我们想, 想让积极变成消极的话, 是一瞬间的事情, 消极真的是打败积极, 我有很多这样的势力呢, 我真是亲身体验到了, 但是想让积极去, 呃, 打败这个消极呢, 真的是非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 呃, 在这个顶峰的这个客堂也好, 还是我们这个微信群也好, 有很多各路的人, 呃, 都在各个市场的人呢, 都在这一个一个屋子里, 一个屋子里, 我们在同一屋檐下,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拉入其他, 其他这个市场的消费者, 嗯, 呃, 当然消费者也不可以拉拢, 然后事业者是更不可以拉拢,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 我, 我把谁拉过来了, 他来了, 他听了你的几句, 呃, 这个甜言蜜语之后, 他来了, 如果来的那个人, 我敢保证, 他很难成功, 真的, 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哦, 几个甜言蜜语, 又被骗过去了, 哦, 我的女朋友就这么没了, 嗯, 那如果说, 我在甜言蜜语, 跟他一说, 他又来了, 那这样, 来来回回的人, 大家觉得, 他做什么事情, 会成功吗? 所以一定要坚定信念, 啊,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坚定信念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嗯, 然后就是, 啊, 我们在中国市场上, 呃, 可能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就是囤货和销售, 那我们今天呢, 呃, 在今天的这个课程, 大家都听了吧, 今天我们总共, 就是, 爱德美中国, 这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 是吧, 我们的直播都看了, 那, 我们也是定了, 呃, 这样的几种, 呃, 这样的一个方案, 然后让大家尽量, 不要去做这样, 违背的这样的事情, 因为, 公司, 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是, 呃, 怎么说呢, 应该是, 最快速可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原则中心, 嗯, 那我们, 呃, 如果说再去销售的话, 那我觉得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爱德美, 因为爱德美并不是卖东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我是这样想的, 呃, 那我们是什么, 传达, 传达我们的感动, 传达爱德美这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然后, 就是刚才和这个消极, 非常相似的一个就是批判, 诽谤, 指责他人, 其实刚才也提到过, 那如果说, 嗯, 我的指导老师哪一点做的, 呃, 不是很满意, 然后我就, 就, 就在背后说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和我的伙伴们说这个指导老师怎么怎么样了, 怎么怎么样了, 说这些不好的这样的话, 那大家觉得这个是对我自己事业是有帮助的事情吗, 如果觉得对事业是有帮助的事情, 那您可以继续去做, 如果觉得不是的话, 一定要, 把这样的一个, 也许这个是一个, 有很多女人有这样的习惯吧, 那把这个习惯呢, 一定要改掉, 不知不觉中, 我又是在砸自己的脚了, 那我们一定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 嗯, 那刚才我们的美玲老师呢, 也说过我们选择爱多美的, 啊, 选择爱多美的这个, 理由是什么, 躺, 赚, 我想躺着也可以赚钱, 每个人都梦想, 那我们如果说, 一直在上班的话, 是什么, 劳动所得, 那劳动所得, 如果可以成为富翁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都已经是富人才对呢, 嗯, 那巴菲特, 这句话, 真是明年经典的经典啊, 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 当你睡觉时还能挣钱的方法, 你将一直工作到死, 一讲到这儿, 我鸡皮疙瘩就起来, 我一想, 如果我当初没有遇到爱多美, 没有看懂爱多美, 我如果现在是疫情期间, 也许我还在去挤力铁, 嗯, 一想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啊, 这一句话我觉得有点太狠了, 你将一直工作到死,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的这个,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老人, 都在街头上去捡这个废纸, 但我想和大家说, 如果现在您没有找好工具的话, 也许我们到我们老了, 连废纸都没得捡, 大家想过吗? 真的是一个非常现实, 有可怕的啊,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 想在爱多美成功, 我们要做的是, 第十四个, 第十四, 美玲老师第十四张这个图, 发出来一下, 下一张, 嗯, 嗯, 圆形的, 嗯, 嗯, 那我们想大家都没成功, 无论是我们的, 呃, 营销经理也好, 还是挑战任何一个级别也好, 我们最重要的是, 梦想一定要够大, 而且我们的信念一定要够坚定,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呃, 用行动来表现出来, 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会摆在我们的眼前, 那如果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如果不可以, 您觉得不能让我成为这个富翁, 您觉得这个并不是, 呃, 一个权力的这样一个所得, 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所得, 那我希望大家就, 不可以是越陷越深吧, 嗯, 因为我也是在日期工作过, 所以, 嗯, 我现在非常的, 呃, 对这一句话非常的产生共鸣, 就是在发现自己掉进坑里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挖掘,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是在说我, 之前我就是感觉这是在说我, 因为我当时就是满足于在日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 我真, 我到现在为止做的这个最好, 最, 呃, 最正确的决定, 或者是最, 呃, 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选择了爱德美, 果断的, 呃, 选择了投入这个爱德美事业, 那这次疫情呢, 也让我更加的, 确信, 我真的是爱德美你选对了, 嗯, 那我们在做这个事业当中啊, 嗯, 无论, 当然是我们这个, 呃, 做事的这些方法是, 呃, 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在拓展消费者呀, 呃, 固然很重要, 但是我们要想成为, 呃, 自动的, 这个营销经理, 也就是说我们的杰出的经销商的话, 是带领着我们的团队, 带领着我们的团队才可以实现的, 那想带领团队的话, 什么要够大, 心要够大, 我要容纳很多的, 呃, 我的心里面要有, 呃, 要容纳很多的人, 很多的事情都要去消费, 那这样一来, 我的事业一定会有很大, 很大的发展, 那, 今天呢, 其实我的课呢, 就到这里了, 但是, 呃, 如果说, 说了这么多, 我的印象里, 呃, 可能没有, 没有留下, 呃, 几句非常, 呃, 经典的这样的话的话, 那我就告诉大家, 一个数字啊, 一个数字, 美玲老师帮我们打出来一下, 四十九比五十一, 四十九比五十一, 那如果说我们整体是一百的时候, 只要我们让出一, 只要让出一,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退一步, 退一步是什么, 海阔天空, 对吧, 那我们只要让出这个一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都解决了, 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一, 去啊, 斤斤计较, 然后呢, 不要剪了芝麻, 丢了西瓜, 嗯, 我希望, 呃, 在这个中国市场, 呃, 打开之后呢, 也许我们, 呃, 现在已经是会员的人呢, 哇, 在这个图片上帮我们写的, 谢谢, 呃, 那已经在做这个事业的人呢, 可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这样一个成长, 那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群体呢, 一下子就会壮大起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在遇到什么事情迷茫的时候, 想一下四四九比五十一,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解决的, 那我的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啊, 我希望我们中国市场开拓了之后, 啊, 开放了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尽快的成为, 啊, 杰出经销商, 让我们的这个飞机呢, 真正的, 啊, 离开陆地, 然后在我们的天空, 爱都美的天空上, 翱翔, 我们每一个人, 啊, 都能尽快的达到, 还与CEO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谢谢大家的, 并听, 啊, 感谢我们张一金老师, 啊, 分享给我们的杰出经销商, 如何走, 该怎么走, 啊, 他说, 在发现自己掉进坑里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挖掘,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认清我们自己的现实, 对不对, 嗯, 那我刚才, 啊, 有一个人恰好发了一篇文章, 共享给大家, 人的一生最大的失败, 不是你失败了多少次, 而是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什么都懂, 却从来都没有毅力和决心, 把一件事情坚持的做下去, 做呢, 永远都比想有更有价值, 相信总比怀疑有价值, 那今天我们张一金老师讲的所有的一个过程, 啊, 包含了很多其实, 呃, 成功发布也有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爱多美, 那个经销商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那49比51, 我们为什么要让出这1%, 其实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有知识含量的, 就是含金量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好好地回忆一下, 这个会有一个回放, 大家可以重新再做一次笔记, 我们照搬去做,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那再次感谢我们张一金老师, 大家打出一, 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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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有两位, 金美颜老师和金英玲老师, 呃, 旺两位老师呢, 来分享一下, 今天他们听完之后的一个心得, 共享给大家好不好, 那先有请我们金美颜老师, 呃, 给您打开麦了, 您看一下, 哦, 谢谢, 好, 来多美的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 有机会来分享, 那今天呢,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盆堂塔中心的营销经理金美颜, 呃, 我的老家是长春的, 呃, 来韩国呢, 已经18年了, 我的指导老师就是今天, 呃, 我们名讲师, 张艺金资深营销经理, 啊, 那每次呢, 听到张艺金资深营销经理的课呢, 真的是受益匪浅, 啊, 呃, 呃,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杰出经销商, 啊, 那我呢, 也是营销经理, 啊, 那我挑战营销经理的时候, 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张艺金, 呃, 资深营销经理呢, 给我指引方向, 啊, 那今天呢, 也听到了我们实战里的, 呃, 这个几项, 啊, 比如说按照我们的成功八部, 啊, 按照顺序做, 那以前呢, 我们听课的时候也是说, 呃, 你想在埃多美成功呢, 一定要按照成功八部, 啊, 一步一步来, 一定会成功, 啊, 然后呢, 呃, 我们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就是一三三法则,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啊, 而且呢, 今天我们, 呃, 张艺金, 资深营销经理呢, 也讲了怎么去做一三三法则, 然后呢, ABC法则, 啊, 这个呢, 都是我们, 呃, 实际操作的时候必须需要的, 然后呢, 信赖关系, 建立信赖关系, 这个, 这个这些呢, 这个这些呢, 虽然是我们有参与系统学习, 但是这样, 嗯, 学到这样, 真的是手把手的教你, 啊, 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是, 呃, 融入系统的话, 呃, 不会不成功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杰出经销商, 呃, 刚才呢, 我们也发了一张图, 起点到终点, 杰出经销商呢, 就是中间的部分, 呃, 呃, 我们董事长也讲过, 呃, 呃, 你只要踏入杰出经销商了, 那就是已经成功80%了, 呃, 呃, 所以说, 呃, 我现在也是在努力做杰出经销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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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天参与课程的所有的老师们,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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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个课呢, 也是受益匪浅,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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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金资深营销经理的精彩呃讲课, 呃, 还有我们主持人美玲老师也辛苦了, 谢谢大家, 我们顶方相见, 谢谢我们金美颜老师, 嗯, 谢谢我们金美颜老师, 呃, 听她的分享就已经能感受到我们张艺金老师在这个运用E33和ABC法则上的成果了, 哈哈, 已经感受到了, 哈哈, 那我们再来邀请一下我们金英颜老师来呃, 做一下心得分享, 可以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 呃, 我是彭堂顶峰中心的营销经理金英颜, 嗯, 我呢, 现在住韩国仁川, 呃, 我老家呢是黑龙江海林, 我来韩国呢有18年了, 呃, 去年9月份我在保险公司上班的时候, 呃, 呃, 我呢通过熟人知道了艾多美, 但是呢我没用产品也没有关系, 因为想便宜没有好货, 然后对就是直销有偏见吧, 呃, 但是呢有一天我跟着我的指导老师高级营销经理朴文珊去了一日研讨会, 呃, 在那里呢我听了朴安杰会长的讲课, 呃, 他讲我们艾多美产品为什么是物美价廉等大众精品的内容, 然后呢我可以感觉到爱多美公司呢是为了顾客还有事业者的利益去想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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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呢小的时候有过梦想, 但是呢结婚之后吧,呃, 就是为了生存,呃, 我小时候的梦想呢已经忘得老后去了, 就是不知道,呃, 呃, 呃, 就是为了生,就是为了要过这个生活, 但是, 但是呢这个生存吧,就是盲目的劳动换来的,不是成功,呃, 呃, 所以呢,呃, 呃, 我想用这个爱多美平台呢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可以走上成功之路,呃, 呃, 为了梦想,呃, 我想如果要是有梦想不去不去做的话,就是做白日梦了, 呃, 因为我不想做白日梦呢我要准硬的要去设定目标,呃, 呃, 就是截除,呃, 经销商为了这个呢我一定要去做133法则反复的去做,呃, 呃, 呃, 还有今天今天的讲师精彩讲师资深营销经理也是我的指导老师, 我要天天我要天天跟他商谈,呃, 呃, 去做133我呢呃, 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今天的主持人, 哈哈哈, 有梦想不去行动, 白日梦啊, 哈哈哈, 我们不能做白日梦, 我们要去执行, 让这个梦变成就是确实是去想, 然后让它变成现实,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特别精彩, 我觉得之前真的很多回味无穷的感觉, 呃,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如此,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张一金老师, 呃, 也谢谢今天分享的两位老师, 也感谢今天参与的所有的老师, 呃, 那当然下周的每周的周六晚上九点钟, 我们都有这个米亚圆桌这个一个课堂, 那我们中国开网了, 从下周开始呢, 我们就有一个产品的分享, 希望所有的老师, 记得把您的伙伴邀请到这里, 让我们一同学习, 一同成长, 那感谢今天所有的老师们, 今天的米亚圆桌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大家可以有序的离场, 拜拜。